嗨 各位 哈囉 各位 大家好 各位戰地儀社團的 我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 用一下 因為最近開始在練手感 所以然後我再用一下 我之前用CPLODER1906的 這把槍 那因為有人那時候 跟我說說可不可以用 狙擊版 那我想一想說 還是要看版本 所以說這次我選一下 就是 家常型的這把8.25這把槍 那未來我可能會 可能會用CPLODER的話 就是說用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我發現到 我在Youtube上面 我發現到蠻多人蠻喜歡看我用CPLODER的 槍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那把槍 就是真的是不好用 我也是覺得真的是不好用 那我只能說按照我 之前玩戰第一的 那時候 就是我三年前玩戰第一的時候 最後那段時間 我幾乎都是這樣 因為我在 我在 練他那把 狙擊手的版本 那把槍 那我只能說那把槍 那把槍 原場的跟狙擊手這兩把槍 其實老實講 並不是適合 每一個場合 我老實說必須這樣講 如果說像那種前線模式的話 我是覺得很適合 前線模式或是說那種 團隊實說 團隊實說這種的 這種的其實算是很適合 可是相對的就是說 像我現在用的8.25這把槍 我 怎麼講 我之前 我用的也用了一段時間 只是說現在 手感的慢慢的 有點像 回來這樣 但是就是說 說我個人是覺得說 1906那把槍的話 我之前 我之前用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像大家都有那把槍 我那時候我在玩夜戰的時候 就是在玩 好像是維尼爾職業還是 空站托爾那個時候 他反而會比較有優勢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走位的關係 還是怎樣 我反而玩夜戰 我用那兩把槍 優勢比較佔不出來 可能是因為 尤其是你用法軍的時候 因為你用法軍的話 通常因為法軍的那個顏色 你在夜間來講 看不再出來 什麼顏色 因為他這部分的話 他的衛裝就很好的 所以 有時候我用法軍的話 我會用Sipsar的1906 或是說 G手版本的兩把槍 以後我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再錄給大家 因為我翻到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Sipsar的那個 那個 那個點閱率居然蠻高 我是覺得蠻意外的 真的是蠻意外的 反而是我錄其他戰地系列的 欸 戰地3系列的 還沒有 點閱率還沒有那麼高 那有人是想說 看我能不能用G手版本 那我說 那我改天看看再說好 就手感慢慢練回來的時候 尤其是 這個影片是我前兩天 用那個實驗版 1903那個 讓我 玩到很懷疑 我在懷疑人生 我在想說 當初我玩戰地風雲1 去 我怎麼會 那時候怎麼會用那把槍 你知道 好險 我隔了這麼久才用那把槍 因為我非常後悔 用那把1903 打不死人 我真的打不死人 那 這個影片之前 我有上傳了一個 就是 我早上 早上錄的一個影片 就是 我在翻耳電上面 遇到掛歌 就是戰地1的掛歌 其實我一點都不意外 只是我不知道說說 掛歌現在還是這麼 還是這麼的囂張 還是這麼囂張 讓我覺得說 非常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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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我們 這一局有沒有掛歌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要看他的 擊殺率 我大概就知道他有沒有掛 開掛 我先蹲在那邊 蹲一下 我發現到那個 左人手槍 以前不覺得左人好用 你知道嗎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覺得 左人手槍特別好用 我玩戰地舞的時候 我還沒再用左人手槍 我好一陣子沒有玩 戰地1的TDM 好一陣子 我才知道說 現在 我現在不知道現在 TDM的 戰地1的TDM 他現在的文化跟風格是什麼 因為之前我都玩 戰地3的TDM 也是所謂的團隊使用 對 我好在那邊 蹲著等你 以前我都會往前衝 現在我也懶得往前衝 我就等你過來 過來幹我就好 等一下我會上傳一個 翻額燈 掛歌的那個影片 我是覺得非常的傻友 怎麼會 前面有敵人 以前我這樣子 我如果是拿CV106 他應該就掛了 單兵注意 前方來個敵人 後方來個敵人 阿靠唷 以前我玩戰地系列之後 我不覺得耳機很重要 但現在我掛了那個耳機的話 就是說那種 電競耳機之後 我比較能夠提升變位 因為以前 用 以前玩戰地系列 我不覺得耳機很重要 我只覺得說 我只要電腦配備重要一點好 幹 你有沒有有人是不是 來啊 幹你你出來啊 你不敢出來 誰打我 不要跟我說遇到掛歌 這是掛歌嗎 不是 我蠻意外的就是說 戰地的TDM 其實玩的人還是蠻多 我真的蠻意外 因為 隔了這麼久了 還可以這麼多人玩 不像 隔壁鵬的戰地 真的是悲劇收藏 那我這段時間 回戰地這段時間 我是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 戰地2042的關機 戰地回鍋的人 其實 好像有比較多 好像真的有比較多 我 在戰地是 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說 我很不喜歡 一群人集中在一起 我在戰地是 學到了這一點 所以我在戰地的時候 我只要發現到 一群人集中在一起 的話 然後我一定是 選擇 繞位 就是先走位 雖然我走位不怎麼樣 但是我只要遇到 一群人集在一起 我一定是離開 因為我不想 當在那邊就是說 有時候遇到 破擊炮會死一票 或是拿機槍 就打死一票 因為我在戰地4 常常遇到 這種事情 然後我在 其實我不得不承認 我現在在玩 戰地1的那個型態 跟我 三四年前 玩戰地的型態 完全不同 以前玩戰地1的話 是敢殺敢拼 現在我是 我只要穩打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很重視 KD值 我只要 保持說 我能夠活下來就好 可能是因為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心態改變 尤其是當我遇到 KRAG的時候 來啊 不來啊 讓你看看 常常 走人的 威力 來啊 不來啊 不來啊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還是輸了 OK 那下次再見 拜拜